三十岁张再兴是电视剧演员 也是电影导演 他在荧光幕多半扮演流氓 成功诠释流氓角色 是因为从小就立志当流氓 他说小学时候没朋友 同学要他帮忙写作业 他不肯拒绝后开始被整 要币到国小六年纪 我驚人都驚人家书女车 大家都驚人家书女车 再挂一个菜籃 打你们的鱼鲁 还粉红色 我记得那天我的天要币 币到轻轻麻烦的 用石头扎的 整个菜籃币 他们都整我这样 我就不想我等了 我就想说干人家不行 我就想起来 就专打那个人 然后就有点歇尸体去打 就专打那个人 那个人就拍一张是睡觉 然后脚就跳下去 跳下去 然后学士体去打一张 这两天去学校就不敢 大家驚人 大家说干人家很粗糙 就是会有一些人 会开始跟你讲话 而且那种讲话是 干人感觉是 就是你有一点被人家尊重 然后被人家去福利 就有人说 多少我欠了一种感觉 他一边读书 一边在台中从事非法收账 以前我出门一定要 盘子 一定要LV 一定要刮一张 差不多四年五五年五年 的地方 以前整个人都说 感觉悄悄 踩什么 踩到哪里 现在踩到哪里 两个原因让黑道变新锐导演 一个是学校老师找她在公共电视人生剧展 客串黑道 她说片场两光两光 但拍出来画面很漂亮 让她开始对拍片产生兴趣 另外 敌爱姐姐临终对她的鼓励 是另外一个改变的契机 因为我的变派也是大部分要收的人 关注 然后 也要让你发现我这样子而已 我就觉得也没有坏到哪里 而且我们可能 打打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激烈一点 台湾大姐说 我姐姐那一天晚上跟我爸聊很多 我心情很好 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觉得你会做到麻烈 后来 张在心把自己拍过去的故事拍成电影 《灰哪里基》 在电影院办特应时 她哭了 她说 那种踏实感是以前收账感受不到的 她终于没有辜负姐姐的期望